開發、進口、獨立、進口、需要的物質、原料、進口的每些杯子 另一方面,對於影響、成類、民生、異種性和重業 使用原料,這種出口,用這些環境、限制,進口出口,來維持國立俗家的營業 各位也提到,關於民主的問題 民主的兩部分,一是特案的營食,一是專案的營食 這兩部分,當時這個說,暫定一個,外圍呢,就是美金,用美金,兩億元,無力的需要。 為了這個樣的活力,這個外圍,這個基金呢,那樣貿易, 還有,這種貿易的,這些貿易比,但是,因為貿易的註冊品物質, 房積電傅是和面貿易的,現在的業站裡面。 現時他們有貿易的貿易,的貿易會, 但是企業,我們家是和貿易是, 我相信,索外銀行死金融資金, 而遍離我們這些地方,在國外透過原地的原料。 我們這些貿易的貿易貿易是, 以去年延伸空間 根據這個情況 我們從今年月期開始 加速入侵 這個建設的方案 那麼對於 若干日產區的價格 科技民進保證 科技生時來調整 提高 提高公民的補助性 總是 提高公民的補助性 因此提高 提高公民的補助性 而這補助性 提高公民的補助性 可能有 提高公民的補助性 可能有 提高公民的補助性 所以民主通話 可不一樣用力量 的運行 基礎 提高公民的補助性 提高公民的補助性 因此 新冠軍一定展布了一個措施 就是把整個以上的民進能進出我們出口 當然這一年已經能夠充化的這個季度 我們盡力去年做出口的力量 不料這一年來 半年來 光動都是有新加供應 所以,尤其商場是有相當的威嚇,我最經歷講解,因為尤其國際價值商場,可以資料價格,研究那個活動,可以維持這個力量,讓物理養生的進度,我一定要把這些資料調查,養生的成本, 而,把貓豬的價值呢,最經歷以消解,物料總是使得物理養豬,最一定要有所感的一個力量, 但是,我們養豬的數量呢,不至於是怎麼影響,而影響的活力呢,就是要注意, 因為貓豬的價值呢,在今年一月的時候,不到2500元,我們以後的這些資料價值的強項呢, 我們以後的貓豬的貓豬,現在為了貓豬價值,已經提高到2920元, 其實這個一萬,我們一萬,這個外燒的貓豬,每一床多差230元, 接近就130元,出來補血,這個內燒的,這個內燒的貓豬。 就是,不算的運輸,不算的運輸,不算的運輸, 不算的運輸,今後大概一兩年,才年產回運輸的貓豬。 但是,經過兩年之後,啊,到高速公路, 全部建設化,完成一年之類的三次年, 所以,不算的一個經驗, 在三次年之後,我們經濟還是不算的成長, 國際發貨有財政家的每年增加40幾%。 以免到現在為止的同事現象, 當然,現在的國際貿易也是增加很大。 那像這種破壞的貨運的壓力之下, 公路的改善,隔路的改善,可能是長不大, 是非常急發。 所以現在,交通部本部啊, 所不及的正案是安徽了打空, 做完高速公路,先通到高速。 那麽,有一個極限制的方法, 最極限的方法,最極限的方法, 最極限的方法, 是剛才完整的交通公路。 那麽,從此,隔路限制的話, 也會增加燃料。 燃料料的話, 這將來是我們經濟成長的貨運的壓力, 也會增加燃料。